老公 老公 你回來了 回來了莎莎你快坐啊 你這 訂的什麼樣 莎莎這是咱媽 給你帶的土特產 蠢人 蠢人 對 行了 你放贊吧 我知道了 莎莎 我跟你說個事 是不是 那個 就是 你能不能給我拿點錢 拿錢 小哥 你要錢幹什麼呀 莎莎 是這樣的 我爸 不是生病了嗎 這次回去看他們的時候 我妈说 我爸的病啊 在做手术需要一笔钱 你也知道 他们两个老人 在农村 几乎就没有什么收入来源 所以 我想让你帮我拿点钱 我去给我妈 让她拿点钱 去帮我爸看点病 拿钱呀 没有 再说了 你爸那病那么严重 花了个钱也没什么用 还不是我不看的 莎莎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那可是我爸 也是你爸 你嫁到我们家来了 我爸生病了 他们二老 几乎就没有什么收入 看病 不还在找咱们要钱吗 小伯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那可是你爸 他生病了 关我什么事啊 为什么找我要钱呀 莎莎 我告诉你 我爸这病啊 这次 估计得需要三万块钱做收拾 你就给我拿三万块钱 我赶紧跟我妈送过去 不然我爸这病啊 拖的时间越久 花的钱越多 病啊 也会越来越严重 小伯 你也不看看咱们家什么情况 就咱们家这条件 上哪弄三万块钱一样 本身我这孩子也快生了 换钱的地方可多了呢 就算有那个钱 我也不会给你拿的 莎莎 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 啊 别那么多废话 赶紧给我拿钱去 我知道咱家有钱啊 行 你给我等着 我就给你拿 默默唧唧 早点拿出来不好了吗 快点啊 赶紧拿过来 莎莎 你这怎么意思 就三百块钱 怎么 三百块钱怎么了 你要写手的话 三百块钱你也别有 李莎莎 行 你可真行 我告诉你 钱啊 我自己会想到 但是 我告诉你 你别后悔 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 李莎莎 土特产 你也别吃了 我拿去喂狗 这个小博 太不像话了 竟然给我要钱 给他家父母看病 谁呀 小博 小博 去开门 知道啊 知道啊 小博在家呢 好 进来吧 妈 妈 妈 我开头 又看手机呢 妈 我不是无聊吗 无聊了 你这回的院 少看点手机 我知道妈 妈 你今天怎么突然来了呀 就给我打个电话 妈今天来啊 是有点事 你看 你爸 生病了 做手工呢 还 差 另外一块钱 妈 今天 是 想到你这 拿点钱 妈 我爸 我爸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你爸 现在 情况 暂时的稳定了 行 妈 你坐这等着 我去给你拿钱 小博 妈 你这今天 你出去啊 没有 如果 莎莎 有快生了 在家 陪她一段时间 我爸那边 不是也没啥情况吗 没事 你呀 在家 好好照顾莎莎就行了 行 妈 你看我这 家里面 现金不多 就有一万 我这卡里多 有五万 你先拿去 赶快给我爸看定 行 妈就先拿走吧 莎莎 你这眼看就要管生了 自己啊 要照顾好自己 我知道了 妈 你看我这 出去也不方便 莎莎 你不容去了 自己在家 少看点手机 对孩子有好处 行 看手机多了 对孩子没好处 我知道了 妈 你们要是什么事 你一定要告诉我 要是签了货的话 你再给我打电话 我这小波给你做 行 那妈走了 行 小波 我走了 行 妈 那你慢点 好的 你真够可以的 当时 我爸生病的时候 需要三万块钱 你呢 这给了我三百 现在 你妈来咱家借钱 你伸手 就给你妈拿了六万 你真可以啊 你 小波 我拿钱怎么了 这是我妈 再说了 我爸生命了 我拿钱 不是应该的吗 你说的对 这是你妈 但是 你拿的钱 是咱家的钱 跟我没有关系 是我 我今天就告诉你了 咱们这个家 我说的算 我想拿多少拿多少 李莎莎 行 这个家 你说了算是吧 我告诉你 你可别后悔 你站住 干什么去啊 干什么去 我回老家 这个家 不是你说了算吗 小波 我这可都要快生了 你不能 不能把我一个人 就在家里边 我告诉你啊 等你 生了男孩以后 再给我打电话 什么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妈 小波 他怎么还没来呀 快点 我给大家打吧电话了 有会儿就到了 可能 妈 你说这小波 他是不是受我的气啊 我这生孩子 那么重要的事 他都不在场陪着 你替他生孩子 他真的会生气啊 有会儿就到了 莎莎 你放心 小波 有会儿就到 妈 小波 你来了 你的儿子 哎呀 多好啊 是个男孩啊 是啊 今天都好啊 胖乎乎的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小波 你不能走 你干啥去啊 孩子啊 妈 你好好问问你闺女呢 有啥事 好比我清楚 我先走了 小波 你不能走 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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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沙沙 这怎么回事呀 妈 你先坐下 我告诉你 事情是这样的 上一次小波 他爸爸生病 把我们借钱 借三万块钱 我只给小波拿了三百 行啊 莎莎 你真行 人家小波 他爸生病 借三万 你就拿三百呀你 上次 我去借钱 我借六万 你拿六万 你爸是爸 人家妈就不是爸了 你知道吗 小波他爸 和你爸是一样的 也是辛辛苦苦 把他拉成那么大 生儿 就是为了养老 你这倒好 给人家拿了三百 莎莎 妈是平时怎样教育你的 你呀 真是太不像话了 怪不得小波 一开始拿着就走了 你想想 这闺女 娘娘要钱 要多少拿多少 这儿子呢 向媳妇要钱 你就不给 你想想 这儿子还有什么用啊 妈 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我现在知道错了 妈 你要不替我去跟小波说说吧 让他回来 孩子先放在这儿 妈 把小波抓回来 好好的 跟人家道歉 知道吗 知道了妈 你快去吧 你怎样 妈妈 妈妈知道错了 妈妈知道错了 我以后啊 再也不这样了 我以后啊 好 好 我以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